大家好,我是小紅木 有對陰陽眼可以看到另一個世界 有時還可以跟朋友仔溝通 千奇百怪 想聽我跟朋友仔的日常故事 記得按進來 啤熊加花麻麻,總集 我聽花麻麻說了差不多十分鐘 看完她之前的空中表演 覺得很好玩 就坐在石燈上,繼續跟她吹水 說到熊仔,我即時問她 到底剛才是隻熊說話,還是你說話 她露出很詭異的神情 然後說 你們就是我嚇走他們的辦法 如果不是這樣,我怎樣守住啤熊 要等孫仔出現,就靠她了 聽了三分鐘 我總結出他們的來歷 照花麻麻所說 一老一熊 已經在這裏有段日子 算得上是相依為命 一路以來 只有小孩子可以看到他們 成人什麼都看不到 我問她 是不是她搞出來 為什麼要這樣做 她就很鬼馬地說 啤熊是玩具 當然是小孩子才可以看到 這樣也要問 然後用手背打妝我額頭一下 過了一會兒 又空那頭過來 我靜靜地告訴你 其實是我故意不讓他們看的 每次我都有辦法令到他們看空氣 什麼都看不到 嘻嘻嘻嘻嘻 我再告訴你 Thomas仔回到來 一定會認得出啤熊的 為什麼 至不是就是媽媽送給她的 講到這裏 突然她的表情又有變化 一陣子好像在想著 一陣子又欲言又止 之後陷入dead air 轉過頭 來了一輛的士 幾個女生下車 字字詐詐詐不停地說話 我一回身看 花麻麻和啤熊 連影都沒有 連拜拜都不說聲 但好奇怪 現場留下幾張燒過的紙纏 和圓形的紙環 中間有個不規則的不寸指孔 每張都燒到好像灰一樣 我之後在那裡走了一圈 想再等下他們 大約過了十分鐘 確定他們走了之後 只收拾東西回歸 大約一個月後的某日 下著細雨 天文台預告明天打風 我不知為什麼 心血來潮 想起他們兩個 有不安感 下午五點左右 我再坐車去垃圾站 原來毛毛雨 已經落到倒捨一盆水 搞到我由頭濕到落腳 好像洗澡一樣 雖然這麼狼狽 但我堅持入村 經過平時走過很熱鬧的士多 很多村民平時在那裡打等 那天都早早收檔 不知道是不是預計到 有些不好的事會發生 果然 不祥的事發生 不過應該在我身上 就是原來擺放汽水瓶那裡 一棟棟箱的後面 突然湧出幾隻大堂狗 有高有矮 肥瘦都齊 總共五隻 三隻站在那裡品字形 不斷在那裡吠 好像交響惡那樣 右邊又有兩隻 都是站定定 小膽都不敢看著我 一隻頭倒倒的 後面那隻還不斷走來走去 估計想隨時鬆人 他們將我圍在中間 我一看現場環境 心想大鑊 衰到無路可逃 最有可能 爬上幾步之遙的矮牆 但之後怎麼回去走人 又是一個大問題 正當我腦筋急轉彎 想怎樣逃出生天的時候 發覺中間有一隻很特別的黃狗 它左邊眼是盲的 還在咬東西在口 我稱呼它為 盲狗 純粹客觀描述 沒有歧視它的 沒錯 就是好像你想這樣 盲狗當時咬著的就是啤熊 它當時一路喘氣 中間夾著那些氣喘聲 還常常左右看 好像很害怕某些事情發生 等等 不好意思各位 我說漏了一些東西 當時盲狗不是向著我叫的 而是向著右邊 好像那裡有些東西對著它 就是這樣 很自然 我的焦點順著它的目光而望過去 避開這群狗 去到一塊荒田 有一塊大石頭上面 我看到花媽媽 它當時好像狗那樣屈曲四肢 只是隨時跳下來 我覺得它很有氣勢 猛虎下山 和盲狗對視 同時不斷叫 聲音也很刺耳 好像個BB仔哭著 當時現場很緊張 聽到我的心瀑布跳 嚇到分不清流汗還是雨水 被迫力